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个老师开始有讲那句关键的话 把那句念一下 老师说这个 我们会答修行的时候只有人天二道能修 然后老师说是这样吗 缺了什么 缺了什么 我们刚开始真正修行的时候 所以你说这个 政见没有失坏 行使有亏损 就是施罗鬼泽 政见尽命 政见没有失坏 其他有亏损 可以堕隆中修行 所以堕隆中是修行 但是堕隆中可以修行 不是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刚开始前面还是当人的时候 是你当人的时候 施罗鬼泽 尽命里面有失坏 才堕隆中 所以刚开始 真正可以修行的时候 还是只有人跟天 没有错 所以老师刚刚就有回答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你说有没有包含长寿天 当然没有包含长寿天 所以那个天是一部分的天人 他没有说包含长寿天在里面 长寿天最明显的代表 就是通常是修那些 单纯的修色界定无色界定的这些 外道的修行者 尤其是修了那个很深的无色定之后 进入了那个无色界天 那个时间跟寿命都很长 禅定当中的热受也很强 但是很重要一点是 禅定当中他的心是固定的 圆在一个所缘上面 一直都不会动 换句话讲 不会去思维 所以其实这样的人 他在 这个无色界天的寿命结束之后 如果他还有幸回到人间 没有福报用完堕落的话呢 如果他还有幸回到人间 就算他想修行也是一个顿根的修行人 就是因为没有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非常弱 思维的习气非常的弱 所以讲的不能修行的是那种长寿天的 那一部分的天人是可以修行的 就是没有变成那样子的处境的天人 有一部分天人是可以修行的 所以大部分天人要不然就是 单着在寓界的快乐 要不然就是单着在色无色定的快乐 尤其是那层次比较高的禅定 他单着在里面 比较大的麻烦就是 特别没有思维能力 那个对以后的修行来讲 以后无限生命的修行来讲 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边讲的若人若天 也是一部分的天人 一部分的天人 就跟我们讲人一样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修行 对不对 想满人生才能修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